這次在今年的第一首solo歌 就叫closer 同樣都是Kao叔叔做監製 然後作曲找了June 然後填詞的就找了雷偉樂 然後都是新人來的 兩個都是新嘗試的朋友 因為他們都是出自於Kao叔叔的 埋頒作樂的非常之優秀的人才 我給的記憶是這個Sanarita 其實因為我第一年solo的時候 都已經上了西班牙曲風的輕快跳舞的歌 這首歌的內容就是 說男生追女生那時候大家剛剛相處 剛剛相遇那種曖昧的階段 那種小鹿亂撞 很想接近大家又很害怕的那種feel 那一個情景來的 這首歌很難的地方 當然是因為他這次有很多很多和音 譬如說一句起碼有四句和音 哇我錄完的時候 為什麼還在錄這一句呢 就是錄極都還在錄一句 但是我感覺到層次是很豐富的 會令到大家覺得 嘩好像不用特地的編曲 又有什麼很花哩花哩的東西 都已經是很豐富的一件事 最好笑的就是 我錄明Vocal 只是錄了一次 然後誰知錄和音那些是兩個Session 哇真的四百個小時都是不停錄和音 那個我好像跌了 即無隔地不停錄 咦這句和音是不是錄了 為什麼又錄了 原來是第二條理的 這次MV的故事 我是一個美食的食評家 那我就去了一間餐廳 就遇到女主角Jamie 那裡的侍應 也可以當是老闆娘 然後她就有一些魔力突然吸引到我的感覺 然後我就掉了入她的陷阱裡面 好像被她迷住了 這次的舞步其實是故意偏性一點的 還有因為我特地找了新的排舞老師Elly 去幫我排這次這隻舞 因為這首歌的時候 然後我第一個時間想的就是 好像Elly比較適合排這首歌的感覺 所以就馬上找她 那她都很好地排 很快就排了這次的P.S.P.O. 然後是那種... 那個Sexy其實是令我有一點點擔心的 我怕自己做得太over 好像不是很好看 那後來是自己慢慢找一個Balance 希望Sexy得來又大一點點Man的感覺 那次呢就特地... 因為去年其實維持了金色很久 然後其實我一直都想轉發色 藉著這次的機會就轉了做粉紅色 因為戀愛曖昧總會有些粉紅泡泡 粉紅色剛剛好 今年的計劃 今年的2023年的計劃 應該都會出三首歌 那我已經編排好了 而且都很快就脆地找到所有Demo了 那現在是準備著... 其實都已經馬上準備著第二首歌 希望可以快點和大家見面 然後今年的曲風 三首都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我自己想再給大家看更多不同性 然後又想... 因為其實今年是我獲得新人獎之後的第一首歌 還有很重要的三首歌 那我覺得我想... 除了去年那些比較dark一點的 比較不沉一點的內容 我想今年... 想給大家一個全新的自己 比較簡單一點、易明一點 和大家一起跟到的... 嗯... 我想... 都是想... 都是想將妖這個元素 放進比較commercial一點 比較...大家容易接受一點的... 音樂 比較曲風裡面 那希望可以令到... 這個所謂妖的 topic 可以令到更加多的人去接受 好多了